游艇的引擎在海上起火爆炸冒出黑烟 船上有27名中国籍以及5名泰国籍游客 事发当时许多游客直接是跳进海里求生 而27名的中国大陆游客有5个人受到重伤 6个人轻伤已经送到普吉岛医院接受治疗 相关单位还在调查意外发生原因